高雄郵局一早被包裹淹沒 因为双十一购物节 三天前已经开跑 一车一车的包裹 分好地点准备配送 高雄郵局十一号配送量 已经破万件 估计十二十三号 再增两千件包裹 尤其民众网购下单的快捷包裹 已经比平日多六成 快捷游件会成长到六成到 大概六成到七八成 高雄在地电商仓储 已经被包裹挤爆 包裹量比去年多了两到三成 人力也从原本的四十人 增加一倍到八十人 另外知名电商为了抢工双十一大饼 十号晚上祭出高达百分之十三的回馈 po文更写双十一就像战争 今天是战斗的日子 结果网站大当机 网友骂声一片 大声公喊促销 然后不给人结账 旋转等待翻白眼 好不容易等到最后一步 还是没办法结账 十三趴的回馈 看得到拿不到 电商回应 因为消费者反应出乎预期 涌入庞大订单 系统接单不顺 虽然延长了活动时间 但已经让网友整把都会 双十一购物节 各家电商比的恐怕不只是优惠 不只是物流速度 还得比后台订单的消化量 才能真的抢到民众荷包 借我黄逊 蔡雙琪 SNG小组 高雄报导